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老牌晶片制造商英特尔10月底涨势惊人。此前,该公司公布了超预期的第三季业绩以及乐观的展望数据,表明市场对于个人电脑晶片需求改善趋势。 叠加SK海力士以及台积电等晶片行业巨头透露需求拐点一致,市场期待已久的晶片行业复苏可能正在进行中。 英特尔预计,在个人电脑市场改善和产品线更具竞争力的大推动之下,第四季度公司总营收将恢复增长趋势,该公司股价在每股盘后交易中一度飙升近9%。 业绩数据显示,第三季度,9GAAP准则下,英特尔出人意料地实现了每股收益41美分,相比之下,分析师预期该公司第三季每股收益减20美分。 英特尔第三季总营收同比下降8%至142亿美元,但超过了约135亿美元的分析师平均预期。 业绩展望数据方面,英特尔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预计第四季度的总营收将达到146亿至156亿美元,而机构汇总的分析师平均预期为144亿美元。 预计9GAAP准则下,英特尔每股收益将达到44美分,潜在的同比增幅达193%,分析师平均预期则为31美分。 英特尔还预计,第四季度调整后的毛利率,扣除生产成本后剩余的销售额部分将达到46.5%。 相比之下,分析师平均预期为44.2%。 这一指标很大程度反映出英特尔数十亿美元的晶片工厂网络的晶片制造效率。 在英特尔的最鼎盛时期,其毛利率远高于60%。 英特尔提供的乐观前景表明,这家老牌晶片巨头在执行长基辛格的领导下,全面扭转公司基本面的势头正在增强。 该公司曾表示,其出货量最大的业务部门,个人电脑市场正经历由库存增加导致的最严重衰退, 但现在表示,至暗时刻已过,且PC需求转向乐观局面。 不过,由于客户支出更多的转向会达所生产的高效能GPU晶片, 英特尔的伺服器CPU晶片部门仍在苦苦挣扎。 最新业绩数据显示,第三季度英特尔PC晶片业务创造了78.7亿美元的营收规模, 相比之下,市场预期约为74亿美元。 数据中心销售额为38亿美元,不及39.4亿美元这一市场预期, 反映出伺服器CPU未摆脱低迷局面,以及应用端削减CPU配置量, 转而购置挥达i100h100GPU。 为了进军晶圆代工行业,增强相对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 基辛格还需要宣布一些大客户来提振该业务。 代工行业是晶片制造商为其他公司生产外包晶片的行业。 这位英特尔执行长已经启动了一项耗资巨大的计划, 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 旨在吸引包括辉达、AMD等竞争对手在内的客户参与该计划。 但是目前这项业务只占英特尔总业务的一小部分。 晶圆代工部门上季度的营收约为3.11亿美元, 上年同期则为7800万美元。 Keybank Capital Markets一名分析师表示, 目前英特尔的复苏主要是由客户补充PC晶片库存所推动, 而不是更大规模的业务转变。 今年以来,当英特尔公布财报后, 投资者纷纷积极涌入该股。 虽然其涨幅远不如AI晶片领导者挥答, 但投资者仍然认可英特尔不断发出的乐观讯号, 连续三次称赞该公司的季度报告以及业绩展望。 这帮助英特尔不断追赶每股晶片股普遍上涨的步伐。 金融市场乐观地认为, 人工智慧应用的使用规模激增, 以及PC市场的复苏趋势将加速晶片行业的整体去库存步伐。 晶片行业新一轮上行周期即将开启。 从台积电营收占比规模来看, 以高效能的伺服器晶片和PC端晶片为主的HPC业务 以及智慧型手机业务仍然占据大部分比例。 反映出,这三大类型晶片若需求旺盛, 有望带动整个晶片行业的复苏周期。 在全球最大规模的晶片代工厂台积电看来, 晶片市场的拐点可能就在第四季度, 人工智慧领域的需求将是其长期增长的助推季。 台积电预计, 第四季度销售额为188亿美元至196亿美元, 预计毛利率为51.5%至53.5%, 两项数据均高于市场预期。 更重要的信息在于台积电的最重要客户, 尤其是AI、PC晶片以及手机晶片代工客户, 均接受明年涨价的这一提议, 一定程度上暗示明年晶片行业的景气度上行周期, 基本上已经确立。 据媒体报道, 台积电已向多家客户公布了2024年代工报价策略, 其中7奈米以下代工报价将强势再涨3%至6%, 16奈米以上代工报价则保持稳定。 除了针对一些较大订单或大客户的销售折扣之外, 大致上暂时没有明显的调整计划。 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 包括AI晶片领导者回答, PC晶片巨头之一AMD在内的多家主要厂商都愿意接受这一涨幅。 全球最大规模的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之一, KLA近日公布超预期的业绩, 以及给出了相当强劲的当期营收预期, 释放出其重要晶片制造客户, 比如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的晶片代工需求迈入旺盛时期的讯号。 KLA与应用材料, 阿斯麦以及来自日本的东京电子, 居为全球晶片制造设备领域的最顶级设备供应商。 这些公司为台积电等晶片制造商的最重要供应商。 KLA专门从事晶片制造过程中控制和检测设备环节的公司, 它的产品涵盖了曝光、检测和测量设备等, 用于帮助晶片制造商监测和控制生产过程, 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AI晶片无疑是带动整个晶片、行业库存和需求复苏的主力军, 其极度旺盛的需求可谓贯穿全年, 并且从台积电的挥达订单量来看, 又往延续至明年。 由于AI晶片需求远远强于预期, 挥达已提前向台积电下达大量订单, 基本集中于2024年, 以加快生产全系列应用于四伏器AIGPU。 挥达H100无法满足需求正式受限于QoOS先进封装产能。 研究机构Trendforce预计QoOS封装产能仍然较紧迫, 面向挥达H100的强劲QoOS封装需求将延续至2024年。 PC出货量方面, 除了英特尔PC业务重拾增长曲线, 相关的积极数据可谓不断涌现。 英特尔最新业绩显示, 英特尔个人电脑业务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 要知道, 个人电脑市场此前被大量的过剩库存所淹没。 另外, 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此前预计, 随着人工智慧AI、 高效能运算HPC、 5G、 汽车和工业应用推动着吸需求的增加, 从2024年开始的吸晶元出货量反弹势头, 预计将持续到2026年, 全球晶元出货量将创下新高。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